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貨,期權一周總結 我是Marco,跟大家分享這個星期的市場和策略的總結 這個星期的市場升得急急扯狠,大點鼓 我自己在星期一收市後和大家說策略部署時,圍繞著Crop Card 我自己猜市場在這裏橫行 骨子裡,我自己心底裡會覺得市場總被爆上 但是橫行了一段時間才爆上 誰不知這個情況來說,市場爆上爆得比我想像中之中快 策略上來說,在星期一和大家說 原本我想在18,800以下找位置做Short Put 我沒有說找位置Short Call 因為我本身來說是看好 所以我不會找位置做Short Call 想找位置做Short Put 但想找一個比較漂亮的位置做Short Put 我打算在18,800以下,找位置做Short Put 即是說,如果期指來計算是2月25號低位 低一點點,就馬上衝進去做Short Put 破出現的時候是這樣想的 但實際上的情況來說 市場在星期二已經無力繼續推下去 比我想像中的入市位差一點點 接著就已經爆上去 事後原因去解釋的 在星期一和大家做節目的時候來說 基本上我還未知道的 就是說人行宣佈了降準 令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催化劑 令到市場整個星期爆上去 再加上內地的股市 由星期二至從人行降準之後來說 二、三、四、五這幾天 這四天連續四天都是這樣升上去 從而帶動香港股市急升 你說實際上做Trade來說 在星期一我那一刻來講 不知道人行降準 人行降準這一點當然是 刺激今次大市上升的一個很重要的催化劑 但實際上我們真的做Trade 星期二那一刻 我們都未知道究竟這個消息 會對大市會帶來什麼影響 因為有可能是 好似今次這樣 你好消息所以夾上 亦都有可能可以是一個叫做你好消息 但好消息出貨 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去衡量究竟消息 對於市場的影響能力是怎樣 有好幾個原因 一正如之前好像有 我忘了有沒有說 就是說內地股市都已經跌近一個 一個嬰兒底的數平 那向下空間其實是相對性來說有限的 二來是在兩會前夕 那時候兩會前夕 通常股市都是會炒上去 那所以它在中一步下跌的誘因小了 令到在偏低的位置出現一些你好消息來說 容易一點令到市能夾上去 這是其一 其二來說 就是說情況來說 奇怪的就是 禮拜一收市之後 人行宣佈降準 那時候的市都還沒有很大力地爆上去 但是來說 目的就下調了中國債券的評級 好像目的下調了中國債券的評級 好像是一個比較利淡的消息 但市場上就選了 人行鋼種這個你好消息 站得穩沒有跌下去 甚至上 在星期二當天來說夾了出去 那時候其實 都已經開始估到 市場選了好消息領到市場 而不是受壞消息那一套 所以相對性來說 那一刻開始判斷市底比較穩 跟著來說 在星期二晚 美股那時候 就因為經濟錯誤好 就再爆上去 就令到星期三 港股來說 基本上來說 就列口高開 列口高開 就期指來計 直近三百點 恆指是三百多點 那這裡開始又有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說 之前所說 就算期指班也有說過 其實呢 這個1957和18850 是一個比較關鍵少少的 阻力支持位置 那 在星期三 本身之前已經有因 我講的 市場上 它選擇了理好消息 令到市場得穩 而不是選擇了壞消息 跟著星期三 列口高開 爆上去 而爆上去 首先列口 以前都經常說過 列口是代表 是動力的表現 我不會去揣測什麼 叫什麼時候回補列口 但我會留意的就是 列口是一個動力的表現 那當出現了列口 那時候 隨時要想到市場會繼續滑上去 再加上之前有個誘因 市場選擇了好消息那套 三來就是那時候 除了列口加上市場上選擇好消息那套之外 它就是突破了1957 我講的支持 一個比較重要一點的阻力位置 令到在星期三個日 再加上星期三個日 我都有看即市 那時候再破15分鐘的位置 所以其實 這裡來講 那時候市場已經開始見到 市場的力度是比較強的 那這裏是一個轉捩點 那你說到翌日八四 市樓下來 星期五今天到三點多 打後到達上已經是後話 那市現在去到這些位 你問我 大約期指最高 今天去到大約兩萬二百點這些位 其實已經到了 叫做初步 即是期指班所講的 初步的目標價位 在這些位置來講 老實講一句 我不會選擇 暫時這一刻來講 我不會選擇做高追的動作 就算高追 那個 即是你要用什麼產品的問題 你如果說用 衍生工的產品 你可以做短炒的話 就算高追 你的指示位要放得近一點去搏 因為相對性來講 隨時開始會有一點回調的壓力 你說 在陰於一個比較中線一點 不擅長於靈活調動的產品 例如股票 因為牽涉到引發成本貴的問題來講 去到這些位置 所以我寧願會等它回落一點 先再找位去賣上 但是勢頭上來講 當現在真的成功突破 認了突破1957這些位置 勢頭就真的開始轉好 分別只在於 究竟你做高追 還是找位賣的問題 我也是說一句 你高追的 指示位要放得近一點去追 否則來說 你就比較 投低一點去吸力去看好 會比較理想一點 實際上我們做貿易 都是常常遇到的情況 我不會每一刻每一秒 可以預先估計到市場 究竟是向上來向下 有時候就會 因應市場上某些消息 或者情況來講 去作為調教 我自己來說 就遇得太問 在期止18,800以下 打算做short put 那時候說 就是 尋找引申波幅 希望可以 那時候 星期一說的時候 是這些位置 再彈高一點點 再開short put 就完美了 實際上你會看到 這個星期的市場 上去引申波幅 都是急跌了下來 但是我 太貪心 就 捕捉不到這次的機會 唯有要等的 就真的要等回 下個星期 我看看市場是怎樣 去做trade 可能市場如果 再夾多一點點 我分分鐘去調轉 去1位做short call 也不奇怪 但是我要再看 那始終現在 市現在都在衝勁 在等著兩會 有什麼消息出現 而這一層上去 亦都有可能是兩會 衝勁兩會 有些招數出來 是令到市場 爆上去都不出奇 所以我現在這一刻 我不敢再說 不敢說市場是怎樣 那我要再看 可能下個星期 去策略報紙 再跟大家做分析 那今天就跟大家 先說到這裡 那下個星期一 回來再見大家 OK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